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季节一定要给家人多喝这个糖 这是一位80岁老中医分享出来的 做法简单而且特别有营养 记得收藏哦 丝瓜去皮后切成均匀的滚刀块 加少许盐 用蛋盐水泡一泡 这是丝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锅中油热 倒入五个顺产的母鸡蛋 用小火给它煎制八面金黄 放在案板上 切成你嘴巴大小的块 锅留底油 下入丝瓜 把丝瓜炒至断生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今天这个视频 你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再倒入鸡蛋 再加入99度的开水 这样才能锁住营养 大火煮个两三分钟 再放点新鲜的瘦肉片 煮个30秒 再放一把腐皮 这种都是裁剪好的 一袋有30张左右 配料表很干净 可以用它来涮火锅 包肉卷都非常好吃 调味放盐和鸡精 出锅前撒点葱花和一些枸杞 鲜美好喝的丝瓜腐皮鸡蛋汤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营养 喜欢你也做给家人试试吧